很多人开始慢慢习惯背包的 都是有点不安全的感觉 我收拾箱子都会头两天就开始收拾 一个一个干什么都放进去 你知道我出门都是要带一个这个包 我再背一个双肩背包 然后我再把两个箱子都拿着 把所有东西我都能想到的全放在里面 这就是一种心里有点不没有安全感的事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呢 进入乐队之后吧 进入飞包之后 原来不需要去奔波去外面演出 那么频繁都在家里工作 然后去做一些管理什么的 身边都是很方便的 但是出门的话 你就需要把该带的东西都带好 从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意识 而且我们乐队是属于有点 有点类似军事化管理的那种状态 你们乐队 对我们乐队都比较自觉 比如说说什么时候下下下楼机和不发 提前两个小时时谁知道了发5万块钱 哈哈哈哈 就这种这样蛮好的